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哇哇哇 歡迎介紹今天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周年晃先生 第二位是陳立宏先生 還有一位是親民黨的副秘書長 劉文雄先生 以及還有一位媒體工作者 王石齊小姐 歡迎四位特別來賓 來到我們的現場 今天在座四位 有人對基隆是比較熟悉的 選過的 他選過的 他選過兩次 基隆王啊 開玩笑 我是紀錄保持者 現在目前全台灣活著的 落選市長三次的 三次 都是基隆市嗎 都基隆市 他有一次是國民黨提名 有一次是因為 這個 我那個時候的情況跟現在的 這個 這個連勝文有點像 就是說黨主席並不是那麼喜歡 他又不得不提名 所以我看連勝文 所以我一直在想 我在那邊呼籲連勝文應該退選算了 免得遭受落選的紀錄 你看落選多難看 像我落選不是很難看嗎 可是後面兩次也是黨主席 可是那時候我也是親民黨 所以你第一次是國民黨 我三次都 我第一次是國民黨提名 第一次國民黨 黨主席不喜歡你落選 第二次黨主席應該喜歡你 為什麼也落選 我親民黨了 以前我是國民黨 當時的議長參選 就叫許財力 那也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是說七龍市的議長 變成市長好像變成官吏了 其實在更早以前 有一位叫蘇德良 這位市長就不錯了 他也是議長 那個時候他就是跟謝國良的阿公 這種情況他就當選市長 那許財力後來李敬勇當選市長 我這邊也很負責任講 因為我也公開講過 李敬勇在紀錄市心不在紀錄 所以那個紀錄市做的並沒有很好 所以後來就許財力選 那那個時候是親民黨最強的時候 他是基於說當時 李敬勇 我想不能這樣講 李敬勇變成說我們有 有點放棄自己的責任 我們當時認為說立法院比較重要 所以我當時被要求說留在立法院 所以這樣講就是說 過去民進黨之所以能執政還是 藍營 分立才有可能 那也就是說是 基隆是很藍的地方 應該這樣講 基隆有三分之一的眷村票 你住院要住好一點 為什麼 藍 很藍啊 藍是幾森 三森吧 二森 你是不是四森 不過我想問一下 如果按照這樣的說法 今年黃景泰因為獲釋了 交保了 OK 那麼如果按照過去的慣例 張通榮也會是公開不反對 是這樣意思嗎 這樣講 這一次的 不是 抱歉 張通榮跟黃景泰本來就不大好 是啊 所以是公開不反對嗎 然後私下有運作 也就是他有分裂的 底下是裂痕 傷痕累累啊 對不對 應該這樣講 他是現任的議長 他就掌握很多資源 他又被國民黨提名 現在在地方就是唯我獨尊 那這個案子對他沒有影響嗎 對不起 就算沒這個案子 其實也不太容易當選 為什麼 我也曾經公開講 我就是說 你說黃景泰啊 因為中央執政不利 地方又很糟糕 不是很藍 是四森對不對 那請問 請問基隆人你不生氣嗎 基隆相信你不生氣嗎 基隆人生氣也是會投給國民黨 要從許財麗 張通榮 都掉下不了 對啊 每次都最後你也是會選上 應該這樣講是結構問題啦 眷村票三分之一 那剩下的又分什麼藍的綠的 所以基本上也就是說 為什麼國民黨在基隆 基本上都是十拿九穩的原因 就是只要這個就是 就是用結構勝啦 我就是選民的基本結構我就贏了 三分之一再加上國民黨的地方派系 所以一進來就沒有人能敵啦 就是今天在野黨在那邊 大概就是只有三分之一的實力啦 是 我留言 我請教你 就是說黃景泰這人 大家說我們都不滿了 是 因為以前我是看了一個動作 我覺得這個人 說起來我看起來很囂張 為什麼說囂張 你知道他交保120萬 結果你知道記者都在追他 這麼多的記者追他 後面都是車子 他竟然 傳五個紅燈 逆向行駛 傳五個紅燈 你也知道旁邊都記者 你也會說紅燈也沒我們停下來 對不對 你也不可能立向行駛啊 你說啊 闖一個紅燈 所以可能不小心 闖五個紅燈 欸 頭前一定是輸機賽嘛 二弟有頭前一定是輸機賽嘛 對 輸機會隨便闖紅燈嗎 不會 實際一定是 一定是有人指示他才闖啊 我想是後面坐的那個叫他說 撞撞撞 對 他闖的路段在基隆嗎 基隆在基隆 他會這樣 那OK啦 他基隆議長 對他來講基隆沒有紅綠燈啦 這種小事 沒有 我是說 其實應該照紅燈這樣講 就是說 好 看到了 那麼也有影片為證 我們就看基隆市警察局 要不要開單子 是不是 那開單子也有 基隆市警察局說 他們會調監視器出來看 如果有的話還是開花單 我覺得那都不重要 真正你講就是態度和他那個 對不對 你明明知道說旁邊有記者 你也會計一下 沒有 他怎麼需要計 你記不記得那個 他後來地檢署不是 他交保這個地檢署抗告 後來被高等法院駁回 發回庚財 發回庚財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地檢署跟廉政署的官員進到 他的議長辦公室 跟他的休息的寢室 搜索查到500萬現金之後 黃錦泰當著他們的面 打電話跟一位張女士 兩個人在那邊勾竄 說這個錢是怎麼來的 然後金額時間還傳簡訊 他當著執法人員的面前 都敢這麼囂張 公然竄貢 你覺得闖紅燈對他來講 問題是法院也吃這一套 那是地院 所以後來高院 高院就把他駁回 發回庚財 所以高院 高院顯然認為說這一段 人家當著你的面在竄貢 你還讓他走 還說他不會竄政逃亡 我補充一下就是說 一個是你剛才講的那個 心態跟他的行為 你想想看 我的意思是說 攝影機代表人民的眼睛 現在是這樣的 人民都在看你 你還這樣 如果人民沒有看你的時候 你會怎樣 為什麼正常的人做到議長 都會變成另外一種人類 就以前屏東的議長也是講 政太極 但是我相信他長期以來 在基隆就是個 的圖霸王 所以他沒有覺得這件事情 有很嚴重 記者在看他就怎樣 以前記者也在看他 所以叫官員來罵也是照罵 所以他不覺得這件事情很嚴重 所以他就這麼做了 比如說他在庭上講 他說我跟賈三菱 他跟記者問 記者問他 他就說我跟賈三菱建設認識多久 他說我們長期認識 任何能夠促進地方建設發展 更重要的 要簡化行政流程才能讓基隆的建設 往上發展 聽起來言之成立 可是請問簡化行政流程 是議長的權責嗎 不是 應該是 對不起 您講得這樣太複雜了 就是說包商要申請建造的時候 就直接拿了議長4P 這就對了 你看 議長4P 對 議長直接P 建造不是市場 這是他的心態 可是我們現在回頭就是論事 就是大家自己的權責 都沒有搞清楚 OK 張濤榮為什麼可以讓議長 這樣子的暢揪 因為張濤榮以前 可能也是類似的狀況 對不對 是不是任何人只要做了議長 那個位置都可以變成這樣 權力無限大 簡化行政流程 是你議長該做的事嗎 當然不是 從南到北 其實譬如說有一個 北部地區的議長也是認為 他以前的綽號 不過就是一個 我們是沒有做過議員 手工藝的這個人 結果他現在 上面叫綽號手工藝 他的綽號是 手工藝的行業的一個名稱 可是現在財產也是百億 沒有 你也說他那個 上面叫做手工藝 手工藝很多 我們做念珠也手工藝 做吊帶手工藝 他的綽號就是那個綽號 他現在的財產 你怎麼知道 我說了也沒清楚 對啊 誰啦 簡單講就是剛才實習講的 他當了議員 就到某個前身 犯罪的層級就提高了 他當了議長更高了 所以你剛才講我是開玩笑說 就直接拿議長批 都是這樣 我現在講那個 我是不知道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也沒有做過議員 也沒有做過議 當然不肯做議長 議長的權限是什麼 議長權限如果他 主持議會 主持議會 你要談正常了是不是 他不會就主持會議 他就是個議員 就像王金平一樣 他就是個立委 他有多一個職務就是 負責主持會議 可是你認為王金平的權力 僅止於主持會議嗎 當然不是 不會啦 他高度已經高到跟總統一樣大 就是要用實質影響力 但是你會不會屆事屆端 這可能就是每個人的修為 我就舉個例子 你說沒當過議員 我們有很多當議員的朋友 或當立委的朋友 我們有一個媒體人的朋友 他當選議員的當天晚上 就這個市政府的局處首長 大概電話都打來了 議員 我們好好配合 那這個 好 我們這位媒體人的 這個議員當選了之後 當然希望能夠好好表現在媒體上 多露出說我今天監督市政怎麼樣 結果他抓一個案子 就一直打的時候 有一天幾個局處首長 來了 議員 你就講明白 你要什麼 到底要什麼 他以為你的監督 其實是要東西 是為了勒索 所以你要知道議員的 因為他最主要是有預算權 徐處首長可以來問這個話 直接問 那我開口就有 當然啦 他敢問就是敢給他 對啊 那他從哪邊拿來給我 財產要申報的 我跟你講 林議事誰在申報財產 我就舉林議事 林議事的案子 林議事對親府會的一筆預算 他把它凍結 後來親府會怎麼解決 解凍他的女生 補貼舅舅 補貼舅舅的基金品 而且是分型的補貼 林議事的舅舅 所以不要弄那個聲音出來 所以錢 錢的聲音很討厭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說 公務機關長期以來習慣了 反正錢能擺平那事情簡單 對吧 你以為 你以為 因為有時候你看 前幾天不是我們在媒體上 都看到了何勝龍 國民黨的前立委 對 他弄出來 打黃景泰的這個函嗎 文宣 文宣 誰很壞 誰很壞 他裡頭提到一個 承上城的工地 就是也是甲山林的 黃景泰在承上城是有一間房子的 但是黃景泰本來對承上城是 百搬刁難 從百搬刁難到後來 變成跟賈三菱似的 變成好朋友 而且在幫賈三菱 這個所謂的簡化行政程序 關鍵就是他另外一個 承上城就有一棟房子 所以他們後來就有了默契 知道怎麼簡化程序 就不用經過先百搬刁難 再來疏通 再來呵護 對不對 沒錯 所以簡化行政程序 是這個意思 對 葉世文你看他做 你看他在桃園你看有多少 全條那樣有多少 金融市議會曾經做出一個決議說 暫時不可以發執照 總是這樣子 好 等等 等我們議員就看了以後 才能處理 可是不對 就是您剛剛講的 這市政府的權責 行政體系應該做出決定 為什麼所以大家要選議員 不過我這還在補充 你剛才說我講的 就是你講說聽說你要什麼 你講我沒滿足你 以前在我們當審議員的時候 也這樣啊 他說你要什麼技能建設 我們就開單子 他說這可以 那個不可以 因為有夏龍在那邊 當時行政首長是誰 宋楚瑜 他會明白跟你講 各位 各位省議員 省政府是大家的 支援大家去享受 但是拜託一下 東西要做好 你最重要 所以很多基層建設拿下去以後 為什麼省政府的時候 國宅街最多 有沒有像現在 這個政府不到五年 就很多合一住宅書問題 所以省政府 所以宋楚瑜還是不錯的 真的會顯得嗎 我跟你講 劉威 你是來程序搞錯了 你以前都節目要接你 來俄羅宋 你今天有一個開始 你俄羅宋 現在先走 沒有啦 因為這部後面都 都聲音越來越小 他就沒有辦法講清楚 先講也對 然後你以前都還會說 這個不要剪掉 今天沒有講 那個小聲講 那個講完了 沒有啦 宋楚瑜講完了 老師叫我先離開 不是 宋楚瑜講好了 可以走了 其實我聽人家說 台灣一個很大的市場 這個要做議長的開三項 開三項 議長有什麼好處 好處很多 絕對喬過三項 議長的好處就是可以連床有講 是 那個小小葉子 所以議長選舉都會有慧選 然後就審批帶稅去 對嘛 我剛剛已經問 新聞告話話 我判斷 那個地方法院的法官 就裁定他120萬交保 我覺得那個法官也有一點問題 我為什麼說他有問題 因為今天中國是沒說的 說檢察官從黃景泰的辦公室 扣到有現金的紙袋跟清單 清單上面列兩家公司 一家叫中福 一家叫尊鴻